好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下半段 在上半段当中呢 我们是介绍了绝对速度不存 绝对速度没有意义这件事情 所有的速度都是相对的 如果大家都是 如果是在这个汪洋上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确认说 是自己这艘船在等速运动 而对方禁止 还是说自己这艘船是禁止状态 而对方在等速运动 是无法确认的 无法分辨的 但是这是等速的情况 如果换成加速的情况 加速度 加速度我们能不能去区分说 是自己正在加速 而对方没有加速 还是自己没有加速 对方正在加速 这件事情却是可以分辨的 那怎么分辨呢 接下来我们就用底下的三张图 来向各位介绍 好那首先要稍微复习一下 有速度的变化 就代表有加速度 那有加速度的意思呢 就是 就是有受力 好这个是 后面在讲惯性定律会提到的 有有受合力 就代表有加速度 好那接下来我们利用这三张 有加一个一撇的图 来介绍 为什么我们可以辨认自己有在加速 还是对方有在加速 还是对方有在加速 可以辨认 这个一撇叫做prime 它的 英语叫prime 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 我们让 A传呢 速度变成20 就是从10变20 然后B传 C传呢 速度不变 好那 A传变20 速度变20的时候啊 从 这个是从C看的哦 从C看的 从C看A 的速度 从10变成20 因为速度是相对的嘛 所以我们现在是相对于C C 看A 的速度 从10变20 那如果换成从B来看A的话 那它的速度 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 关系 像 Eprime这张图 向右的20 速度 这是A的速度 而向左的5 这是B的速度 那如果站在B上看的话 B传上看的话 A的速度就是向右25 然后 C看B 还是一样 5 那B看C还是一样 5 然后呢 这个 从A来看B的话 应该是25向左 从A来看C的话 应该是20向左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算算 它们的速度变化吧 在Eprime这张图 也就是 从C来看A的话 那它的速度变化 将是20 减10 也就是10 那 从C来看B的话呢 速度的变化是没有变化 都还是5 所以变化是0 那从C本身去看自己 那就没有任何的变化了 所以C的速度变化也是0 好 那第二张图 2' 那这个是B看出去的 B去看A的速度 它变成是从15变25 所以速度变化也是10 那B本身看自己 那速度就没有变化 那B去看C的话 速度是从5变成5 所以变化也是0 先说一下 1'C的观点 1'跟2'B的观点 这两个观点所观察到的 A的速度变化都是10 好 那接下来呢 如果是从A来看B和C 那就会发现 A如果自己看自己 那就是速度没有变化 但是啊 B这时候却是有速度变化 它后来变成25 原来是15 所以B的速度变化是10 然后C的速度变化是 后来是20 原来是10 结果也是10 好 那差别就出来了 从A来看的话 它会发现 好像除了它以外 其他的船都有在加速 我们先写一下 结论 从C 看的结果呢 是 A有受力 因为有速度的变化 就是有加速度 那从 B来看的话 A也是有受力 好 那如果说 我们先给它一个 时间好了 时间如果是1秒 那 A有受力 而且啊 它的加速度是 从C来看 A有受力 然后它的加速度 应该会是10 然后啊 从B来看 A 它的加速度应该也是10 那第三张图 那第三张图 3'从A来看的话呢 却是B有受力 还有C有受力 而且它们的加速度也都是10 我们只看大小的 我们只看大小了 我们只看大小了 先不要管方向 好 那这样的话 结果是怎么样呢 就是从A去看出去 它发现B船C船 如果还有D船 还有E船 大家都有加速度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怪怪的 好像怎么会大家都有一个10的加速度呢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结果你就可以判断说 其实是A有受力 我们这个颜色太浅 所以我们换个颜色 这个叫做除了A自身 除了A自身 无加速度之外呢 周围环境都有加速度 其他 其他或是 除了A自身 没有加速度之外 其余物体都有加速度 接有A等于10 那这样的话就会 不太符合我们一般的经验 就会说好像 好像大家都有一个加速度 向左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从C去看 A 从C去看出去的话 就只有A有受力 那其他的是没有的 然后从B去看的话 也是只有A有受力 那其他的是没有受力的 所以说 除了A以外的其他人 去看A 都是A有受力 然后A去看其他人 却是全部人都有受力 而只有A没有受力 那哪一个会比较有可能是真实的 那就是 其实是A有受力 这个A是大A啦 其实是大A这一艘船 有加速度 好 所以这样就可以分辨的出来了 如果你发现呢 除了你自己以外 其他的船都有相同的加速度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怪怪的 怎么会其他的船都有相同的加速度 难道有一个特殊的力 同时 作用在这些船上 然后让他们得到相同的加速度吗 那就有点怪 所以反过来说呢 那些船来看我 那些船个别来看我 都会发现 我有一个加速度 那所以比较有可能的就是 实际上是我自己有加速度吗 好 所以 总结一下就是 静止状态 和等速运动状态 其实是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区分的 没有绝对的静止 速度都是相对的 等速运动 但是啊 加速度 有的时候却是可以区分 加速度就是在 其他的对象 其他的 你观察到的其他对象呢 都有相同加速度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就是 自己 自己有加速度 而不是其他人有加速度 好 就讲到这边 感谢观看